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美股市场持续收涨 华尔街延续着上周公布的非农就业远低预期 提升了市场降息预测的乐观情绪 虽然本周的财报消息可以说是好坏参半 但主要股指仍然全部收涨的 道指本周累计上涨了2.16% 连续第四周的上涨 纳指涨1.14% 标普白指数也涨了1.85%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开局就开高收高 因为交易员压住美联储 在上周公布疲软的就业数据之后 今年降息的概率打增 市场乐观气氛延续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高 道指收场的时候是涨了176点 标普白指数跟纳指也是双双收涨了超过1个百分点 其中能源股的表现是较为强劲 周二美股的乐观气氛就受到些微的影响 4月份历经一波修正之后 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降息的希望重新点燃 加上截至目前为止第一季度的企业财报 也给投资人乐观的理由 然而到了周二的结果却没有那么乐观 由于媒体巨头Disney公布了上季度亏损 且获利前景不及预期之后 收盘中错了9.5% 收盘时道指则是走势分歧 道指小涨31点 标普白指数涨6点 纳指则是小跌了16点 来到周三美股持续的涨跌互借 美债收益率攀升 好坏参半的企业财报影响到了市场的情绪 周三美股主要股指走势分歧 Uber本季度的猜测令人失望 股价下跌超过5% 拖累到纳指 在收盘时是下跌近30点 至于标普白指数收盘持平 道指则是收涨172点 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的走扬 重回39000点的上方 周四美股是开低收高 周四开盘的时候 因为一系列财报表情不佳 抵消了美国上周 初领失业金人数激增 凸显了就业市场降温所带来的乐观降息情绪 不过在盘中的时候 Home Depot以及Caterpillar领涨带动 道指又转为收涨的情况 收盘时是涨了超过330点 至于标普和纳指则是上涨超过0.2% 来了周五美股走势分歧 周五是公布了密西根大学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初值报67.4 这个数字低于4月份的77.2 也远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76 尽管美国的经济出现强劲信号 但随着通膨预期的上升 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 周五收盘时道指市上涨了125点 最后收报在39,512点 标普白指数涨8点 收报在5,222点 纳指则是小跌了5点 最后收报在16,340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苹果举办了线上特别活动 宣布在iPad产品线进行重大的升级更新 另外微软宣布将会在威斯康辛州 投资数十亿美元 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苹果公司今天举办线上特别发表会 发表首度搭载M4自研晶片 OLED显示器的iPad Pro平板电脑 分别为11寸与13寸两种型号 机型厚度仅5.1公里 为历来最薄的苹果产品 苹果指出 M4晶片以第二代3奈米技术打造而成 拥有苹果历来最快的神经网络引擎 可支援最快达每秒38兆次运算 比现今任何人工智慧AIPC的神经处理单元 都还要快速 M4将可打造全新iPad Pro成为强大的AI装置 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 iPad轻薄非常多用 在世界各地课堂上 让教师和学生把学习融入生活 透过苹果晶片驱动 今天iPad产品线迎来重大更新 另外苹果也首次针对iPad Air 推出11寸和13寸两种尺寸 搭载M2晶片 两种尺寸的iPad Air 美国售价分别为599美元和799美元 苹果同时宣布 入门款地时代iPad降价 并发表具备测悬功能的 Apple Pencil Pro 及全新设计的妙控键盘 微软宣布将在威斯康辛州 投资数十亿美元 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其中包括33亿美元 用于建造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以及开展培训项目 指在教育当地居民了解制造业中的人工智能工作 微软表示 新设施预计将最初创造2300个建筑工作岗位 并最终提供多达2000个数据中心职位 此外 微软正与Gateway科技学院合作 计划到2030年为威斯康辛州的数据中心 及其他STEM相关职位培训1000名专业人才 微软还计划在其位于拉新的工厂 招聘多达2000个永久性职位 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除了这些人才培养计划 微软还将在威州东南部建立一个联合创新实验室 指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企业成长 白宫对微软的这些投资表示赞赏 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将工业中心地带 转变为未来工业的领导者 迪士尼周二公布上季度营收为220.8亿美元 略低于预期的221亿美元 调整后美股获利达1.2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1.10美元 本季不包括ESPN Plus的娱乐串流媒体收入 成长13%达56.4亿美元 营收为4700万美元 而去年同期亏损5.87亿美元 迪士尼将这项成就归功于Disney Plus用户的增加 和每位用户平均收入的增加 第二季Disney Plus核心用户数增加超过600万 全球用户数达1.176亿 呼噜的用户总数成长1%达5020万 ESPN Plus订户下降了2个百分点至2480万 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业绩绝大程度是由体验部门 以及串流媒体业务推动 由于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游客人数增加和价格上涨 美国公园和体验收入成长7%至59.6亿美元 国际销售额飙升29%至15.2亿美元 周三财报显示 Uber第一季营收年增15%至101.3亿美元 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1.1亿美元 经调整后美股获利比去年同期成长82%至13.8亿美元 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3.2亿美元 净损报6.54亿美元 和美股亏损0.32美元 远讯分析师预估的美股获利0.23美元 此外公司第一季总预定量年增20%至377亿美元 也不及分析师预估的380亿美元 Uber将第一季预定量表现不佳 归因于拉丁美洲的轿车业务疲软 另有分析指出 上季预定量表现不及预期是受到该公司外送部门Uber Eats的疲软拖累 Uber第一季轿车业务营收成长30%高于预期 而外送部门营收仅成长4%低于分析师预期 展望未来 Uber预计本季预定量借在387.5亿至402.5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估的400亿美元 经调整后 稀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借在14.5亿至15.3亿美元之间 其中14.9亿美元的中值高于市场预期的14.7亿美元 泰森食品发布最新财报中 公司每股收益为62美分 高于分析师预估的39美分 总营收达130.7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131.4亿美元 自去年初以来 这家美国最大的肉品公司已关闭了4个州6家鸡肉工厂 解雇企业员工 并宣布计划关闭另一家猪肉工厂以控制成本 因为降低成本收效 帮助公司上季度获利 在历经了去年供应过剩困境之后 泰森食品一直试图扭转其鸡肉部门的局面 调整之后营业获利率为3.9% 大幅优于去年同期的负3.7% 公司将调整后的鸡肉营收预期 从先前的5至7亿美元上调至7至9亿美元 美国零售业过去几年面临了环境剧烈的变动 先是突发的疫情 逼迫民众只能待在家线上消费 而疫情过后通膨高起 又挤压了零售商的利润 近期再加上中国跨境电商题目 以及快时尚时应的入侵 以超级低价的商品迅速吃掉市场份额 不仅造成了低价零售商99 cents only 还有Family Dollar分别倒闭之外 现在连亚马逊也是被改压力 根据瑞银的最新报告 这股趋势在未来5年将会使得全美 大约有4万5千家的门店被迫关闭 究竟美国零售业的整体情况如何 而Tim Moore与SHIN带来的中国低价商品入侵 对于美国零售产业又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过去几年零售环境出现重大挑战 首先是新冠疫情冲击 使消费者需求转变 而疫情后的持续通胀压力 又使经济成长增速放缓 这些因素都极大的阻碍零售业者的运营能力 压缩业者利润空间 再加上近两年 中国的低价商品 题目与SHIN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对零售市场 尤其是以一元店为代表的传统低价零售商 造成直面冲击 美国知名折扣零售店99 cents only 4月份突然宣布破产 将关闭旗下所有371家门店 公司计划4月底前先关125家门市 其余门店将在5月31日前关闭 零售数据显示 随着题目出现后 折扣店的市场份额被大幅侵蚀 其中Dollar General的市场份额 从去年1月份的57% 跌至11月份的43% 下降了14个百分点 而Dollar Tree则从32%跌至28% 主要是因为许多折扣商店 已经被迫涨价 与此同时 题目在美式战略 于去年底已达到17%的份额 直逼行业巨头亚马逊 瑞银近期一份报告指出 随着网购和中国电商平台题目 和快时尚时影越来越普遍 未来5年 预计将有约4.5万家零售商被迫关闭 瑞银分析师表示 这波倒闭潮将有利于一些规模较大 财力雄厚的零售商 例如Walmart和Target 但规模较小的零售业者 面临更大的风险 分析师指出 随着电商渗透率的提升 更多交易将发生在消费者家中 事实上 下一波电商渗透 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是由奇姆、石英等 第三方参与者推动 他们在美国甚至没有实体门市 CNBC知名主持人分析师 Jim Cramer也在节目中提醒 零售业者 第一季财报数据 已经告诉华尔街 在通膨人高的环境下 零售业者不推物美价廉组合 是不可能敲开 消费者的口袋 现在低价是王道 但论打低价战 谁又打得过中国电商 美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3年 有高达10亿个包裹 透过最低限度条款 进入美国 是疫情前的两倍 在这其中 三分之一包裹 来自于题目和时应 美国贸易法中 将最低限度关税门槛 设定为800美元 也就是说 海关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 无需缴税 就可入境美国 在这个条款掩护下 题目和时应的性价比 越加明显 而美国人 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去年 有共和党议员呼吁 应该完全取消关税豁免 今年1月 两会议员也再次提议 终止这项条款 一旦政策的力剑落下 题目和时应的成本 就会水涨船高 只是在此之前 美国低价零售商们 需要先想好应对之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 广告之后 我们将电话专访 华尔街资深投资顾问 陆兆祥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股市的表现 以及最新的操盘策略 我们稍后回来 这次进入 并且浑 并且浑